大家好,我老肉 那么前一段时间,咱说了麻雀,又说了八哥 结果那两期下面,好多观众都提到了一个名字 就是夜鹰,说想听夜鹰的事 所以今天来说到说到它 那么好多人想听夜鹰呢,我估计都是同一个原因 据说这些家伙最近有点吵 整晚上叫起来没完没了的,影响大家睡觉了 所以好多人很不爽,想知道怎么对付它 当然也有些人,可能对夜鹰的叫声比较习惯 没觉得会睡不着 或者从爱护动物的角度呢,认为不应该去对付它们 而是应该和它们和睦相处,也有这么一种立场 不过夜鹰的困扰就摆在这儿,总得干点什么是吧 那么要知道该怎么做呢,就得先去了解它 咱们只有理解了它们那些奇怪的行为 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才能相应的采取一些措施 当然了,除了夜鹰扰民的话题呢 夜鹰这个家族在鸟类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家族 它们有好多生活习惯跟其他鸟完全不一样 仅仅作为一种神奇的动物也很值得了解一下 比如有些夜鹰就长得特别虚幻 跟传说中的小恶龙一样 总让人感觉有点诡异 然后有些特别善于伪装 就在眼皮子底下你都很难发现它 另外夜鹰的捕猎方式啊,求五行为,领地意识 包括大家最关心的叫声 其实它们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相当有神秘感 所以今天的节目咱就来深挖一下夜鹰 首先要提一句啊,今天的主角夜鹰是老鹰那个鹰 不是鹰歌燕舞那个鹰 另外一种夜鹰呢,也是爱晚上叫 不过它属于雀形木 跟今天这位关系非常远,咱就不提了 那么今天要说的夜鹰来自极所动物们 鸟缸夜鹰木的夜鹰科 现存有十九鼠九十八个物种 它们最标志性的特征呢,是绘特别特别小 只凸出来一点点 然后大眼睛周围有一圈淡黄色的眼圈 再就是腿很短,身上的图案非常斑驳 这是它们外观上的共同链 那么这么多夜鹰当中有那么几种啊 是最常见的夜鹰 比如亚洲这边的是南亚夜鹰 或者叫林夜鹰 台湾好多朋友晚上听到的 JJ叫个没完的就是它 然后欧洲那边最常见的叫欧夜鹰 或者叫欧亚夜鹰 叫起来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种频率特别高的颤音 离远了听简直就像是什么小虫在叫 然后美洲常见的夜鹰呢 叫美洲夜鹰 它通常会发出类似 Bear beer这么一个叫声 那么实际上 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夜鹰 叫声基本都不太一样 比如印度夜鹰 它叫起来像有个乒乓球掉在了地上 然后灰美美洲夜鹰呢 会发出类似蝉除那样的颤音 总之夜鹰家族的叫声非常多样化 尤其是公夜鹰 一般还都特别高亢 特别嘹亮 只不过在野外可能听着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南亚夜鹰那种JJ的叫声 在夜鹰家也就是个正常水平 只不过放在城市的建筑群里 就显得有点刺耳了 那么除了叫声多种多样之外呢 夜鹰家也有很多造型特别奇葩的家伙 比如刚才提到的像小恶龙那种 它英文名直译过来是巨尔夜鹰 中文名叫毛腿夜鹰 分布在南亚东南亚一些地方 这家伙竟然长了个三角形的平头 耳朵上的羽毛立起来像两只脚一样 给人感觉不太像鸟 倒像是某种爬行动物 看起来特别生猛 然后在比如非洲大草原上 有种夜鹰叫旗翅夜鹰 说公夜鹰到了繁殖季节 就会生出两根巨长无比的羽毛 好家伙足足有40厘米长 平常飞的时候拖在后面 球舞表演的时候竖起来 像两杆旗子一样 所以叫旗翅夜鹰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非洲的灵翅夜鹰 和南美的秦渭夜鹰 它们也是雄性有超级长的羽毛 看起来非常夸张 甚至有点突兀 所以说讨词性欢欣这块 不管放在哪都容易用力过猛是吧 不过实际上夜鹰之所以叫的那么大声 还有长的那么浮夸的羽毛 其实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也是没办法 所以到底是什么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让它们变得这么另类呢 咱接着往下说 那么夜鹰这个名字很明显 它们喜欢晚上行动 不过这个鹰子就不怎么贴切了 虽然它们的外形 还有飞行姿态 多少有那么点鹰的影子 但其实和鹰 还有猫头鹰 它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体型也只有鸽子那么大 跟猛禽完全不沾边 那么其实单说捕猎方式 夜鹰跟谁最像呢 跟燕子最像 它们俩都是一边飞着 一边吃飞虫 不一样在于 燕子是白天出来吃 夜鹰是晚上出来吃 它相当于是上夜班的燕子 它俩是倒班的关系 不过因为夜鹰的体型呢 比燕子要大很多 所以它们能吃的猎物也多很多 你比如说各种飞蛾甲虫 苍蝇臭虫 蜻蜓豆娘 螳螂蝗蝗蝗蚊子之类的 总之飞在天上的昆虫 都有可能被它们吃掉 毕竟像晚上出来找吃的 不可能看得很清楚是吧 基本上就是逮什么吃什么了 当然说是晚上看不清 夜鹰的夜视能力 那还是相当可以的 就是跟猫头鹰差不多一个水平 而且来说呢 说夜鹰捕猎最活跃的时段 是黄昏刚入夜那会儿 一直在天上飞雷飞去的 那时候天上还稍微有点亮 刚好可以借天空当背景 看到飞虫的轮廓 能看到好多小黑点 它们就这么找到猎物 其实等天完全黑下来的话 夜鹰捕猎就不太有力了 它们只能借着月色还能发现一些飞虫 所以相应的也就没那么活跃了 不会一直在那飞 落下来等机会的时间会多一些 那么夜鹰这个捕猎方式呢 还催生了它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张大嘴 你别看它会很小啊 其实嘴可以长得特别特别大 感觉都能把自己脑袋给装进去 这是因为它们上下饿的结构非常特殊 垂直和水平方向都可以展开 所以才能长得那么大 那么有了这么一张大嘴呢 夜鹰吞飞虫的成功率就更高了 而且来说啊 夜鹰嘴周围啊 还有一些钢毛 这些钢毛相当于进一步扩大了嘴的范围 能把更多飞虫拢进来 所以夜鹰可以一边飞一边张着嘴 像个飞翔的捕虫网一样 拖网式的捞飞虫 效率非常高 那么这个操作啊 还让他们得了个名字 叫文母鸟 什么意思呢 说夜鹰张着大嘴在空中吞蚊子 结果呢 古人搞误会了 以为那些蚊子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 竟然把它当成蚊子他妈了 就很离谱 然后说夜鹰的英文名啊 也可能跟他嘴大有关系 夜鹰英文名叫奶炸 后面的炸是罐子的意思 有人就说是因为他张着嘴像个罐子 所以叫奶炸 不过更常见的说法呢 认为炸代表的是欧夜鹰的叫声 至于像不像 大家可以自己听一下 我们既然说到英文名了 顺带也提一下他的学名 夜鹰手的学名叫 这个词拉丁语是给山羊挤奶的意思 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呢 是因为当年林奈老先生听了个民间传说 说夜鹰会飞到山羊肚子上吸奶吃 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那么实际上呢 这事根本不可能啊 是吧 后来推测也许是羊圈里飞虫比较多 夜鹰经常在羊圈里穿梭 才有了这么个误会 不过不得不说啊 老先生在制造话题性方面 那还真是够厉害的 好了 了解完夜鹰的生活习性 就可以说说 公夜鹰为什么要叫得那么大声了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他需要宣誓自己的领地 没错 虽然夜鹰不是什么猛琴 但他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真就跟鹰一样 那么这一点 可能跟他们的捕猎方式有关系 你想以他们的一个提醒啊 要完全靠小飞虫填饱肚子 养育后代 他必须得独占一片领空才行 这样才能确保食物充足 那么要在空中标记领地呢 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声音 它只有一只那么叫着 才能警告附近的夜鹰 说这片领空我站了 你们都别过来 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公夜鹰叫得那么大声呢 也是他们求偶的需要 因为你想啊 一般鸟类求偶除了通过叫声之外 还可以展示自己亮丽的羽毛啊 或者搞一些球舞舞蹈之类的 内容比较丰富 可是夜鹰呢 他们只有晚上才出来活动 黑灯瞎火的公夜鹰怎么展示自己呢 基本只能是叫声是吧 甚至来说啊 母夜鹰选择对象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听谁嗓门大 谁叫的响 就代表谁更强壮 谁更健康 所以公夜鹰们才玩了命地提高分配 想引起母夜鹰的注意 它可能是这么回事 然后另外一个特有的现象 是美洲夜鹰 说雄性美洲夜鹰在求偶的时候啊 有个特别霸气的行为 可以叫公牛俯冲 是个什么操作呢 说它会突然从空中 头朝下扎下来 速度非常快那种 同时发出个奇怪的声音 咱可以一起听一下 那么说这个声音啊 并不是夜鹰的叫声 而是高速气流振动羽毛的声音 就特别像是公牛发出的吼声 所以呢 美洲夜鹰也得了个外号 叫Ballbet 公牛蝙蝠 说它们晚上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也很像蝙蝠 倒是也蛮贴切 另外刚才还提到了 说有些公夜鹰啊 长出了特别浮夸的羽毛 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大晚上的飞在天上 只能看到个轮廓 要是一些普通的装饰羽毛啊 比如说公制机围雨那种的 晚上效果就不会很明显 只有类似奇吃夜鹰 零吃夜鹰这种的 像是旗子啊 飘带这种特别夸张的羽毛 才能只看轮廓 也会觉得很厉害 这样才能吸引到异性 那么公夜鹰又是守卫领地 又是吸引异性 大喊大叫的 无非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但是真正到了生儿育女的关键环节啊 它们又变得非常草率了 这怎么回事呢 咱接着往下说 说鸟类蛀巢的形式啊 多种多样 有住在树洞里的 有在树叉上堆树枝的 也有在房檐底下用泥土打窝的 各式各样都有 那么说咱们今天的主角夜鹰怎么打窝呢 哎 这个可就厉害了 说夜鹰的窝啊 绝对属于是窝的最高境界 叫无窝胜有窝 也就是说 它不打窝 所以不打窝的话 是要把蛋下到别人窝里吗 就像杜鹃那样 倒也不是 人家夜鹰可没那么缺德 它们啊 会直接把蛋下在地上 相当于整个地球都是它的窝 就这么潇洒 然后后续的孵蛋啊 玉蜂啊这些操作 也都是直接在地上搞定 根本就没有窝这个概念 我们说到这儿 有观众要问了 说连个窝都没有 还生活在地上 那岂不是很危险吗 哎 这就要说夜鹰最厉害的机能了 就是伪装 说世界上各种夜鹰啊 身上都是非常斑驳的图案 然后配色呢 也跟它们所处的环境基本一致 白天不活动的时候啊 夜鹰会一动不动的贴在地面上 就那么闭着眼跟睡着了一样 可以很完美的融入到环境里面 比如大家看这堆枯叶啊 其实里面就有一只夜鹰 是不是看不出来 可以告诉大家 在中央偏左一点的位置 你再找找看 可能你还是找不到它 就这么离谱 然后落在树枝上的时候呢 夜鹰也特别讲究 你像其他鸟粘在树枝上的话 一般都喜欢垂直于树枝 是吧 但是夜鹰呢 它们喜欢顺着树枝落 而且还贴在树枝上一动不动 伪装的非常到位 所以也有人管它们叫贴树皮 总之夜鹰的伪装技术 那绝对一流水平 而且它们还总喜欢待在比较空旷 比较平整的地方 比如说一片荒地上 或者历史摊上 或者就在马路边上趴着 也就是说它们隐藏自己 并不是靠什么遮挡 它们靠的完全就是保护色 还有就是一动不动的那种信念感 而且我觉得尤其信念感这块 特别重要 不论是成年夜鹰 还是幼年夜鹰好像都是这样 你靠近它 它也只是眯着眼偷瞄你 可能你都走到跟前了 它都不在动的 就读你没看见它 读你没看出来它是什么 非常有定理 当然幼鸟有危险的时候呢 母夜鹰也会想其他办法 比如鸟类当中有个常见的策略 叫拟伤 你会看到它故意跑到离幼鸟 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假装自己受伤了 扑着翅膀飞不起来那种感觉 敌人的注意力 一般就会转移到它身上 这么一来 一动不动的幼鸟 就更不容易被发现了 是这么个策略 总之对于夜鹰来说 无窝胜有窝这个模式呢 虽然不需要住潮 直接睡地上很方便 但同时在野外 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可以说有利有弊 不过最近十几二十年呢 台湾的夜鹰们 好像找到了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咱接着往下说 那么以前来说呢 台湾的夜鹰跟世界上其他夜鹰一样 都生活在野外 而且数量特别少 属于是难得一见那种鸟 不过自从2000年之后 出现了新情况 说夜鹰的分布范围 逐渐扩大了 而且有些夜鹰来到了城市里生活 就住在好多建筑的房顶上 所以为什么夜鹰开始跟人相处呢 我看比较常见的说法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说他们野外的栖息地 遭到了破坏 比如河道整修之类的 把生活在历史摊上的夜鹰给赶走了 他们是被迫进了城 不过这种说法呢 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 因为人类行为有时候 也会给夜鹰增加栖息地 比如好多公路边上 他们就很喜欢住 另外据说有些河道整治完之后 反而夜鹰更多了 所以你要说他们是被迫来到了城市里 好像也不是 然后还有个常见的说法呢 说是因为城市的灯光吸引了小飞虫 夜鹰在城里捕猎更方便 所以他们才来的 不过这是不是真的还不好说 我看也有研究 说很少看到夜鹰借着灯光捕猎的行为 没有这方面非常明确的证据 而且来说有些夜鹰 他们虽然白天住在房顶上 但是晚上会飞出好远到郊外去捕猎 好像并没有依赖灯光的现象 所以夜鹰进城 我觉得有其他原因 而且刚才说夜鹰生活习性的时候 其实已经提到这个原因了 你想夜鹰家族花了几千万年时间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全家直接睡地上 节省筑巢的成本 宁可增加一定被捕食的风险也划算 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策略 不过这几千万年以来 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个好地方 既可以直接睡地上 同时又没什么天敌来捕食他们 这个好地方就是建筑物的房顶 尤其相对于古代 现代建筑平顶的房顶越来越多 对夜鹰来说就非常理想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夜鹰 可能跟八哥 浣熊 赤狐他们是同一个逻辑 首先他们能适应城市环境 甚至说比在野外过得还更舒坦 然后他们也都足够聪明 能读懂人类的行为 知道大部分人不会伤害他们 所以才出现了胆子越来越大 喜欢住在城里的夜鹰种群 感觉是这么回事 那么住在房顶上对夜鹰来说 倒是舒服了 不过他们这个叫声就成了个大问题 说公夜鹰的叫声能达到90分位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刺耀 而且他们还总是叫起来没完 一觉叫一晚上 你想街坊们不用睡觉吗 人家第二天还要上班呢是吧 好多朋友就被吵得有点烦躁了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哎 既然知道夜鹰为什么进城了 就还得从房顶上想办法 有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让大家尽量把房顶利用起来 搞个小花园啊小菜园之类的 或者在房顶上晾晾衣服 总之经常有人走动的房顶啊 一般就不会招夜鹰 然后再或者呢 还可以在房顶上绑一些旗子或者布条 被风一吹起个稻草人的作用 或许也能防止夜鹰住进来 但是类似这样的措施啊 光是个人在做的话 感觉意义并不大 因为附近的建筑只要有几个没做的 还是会有夜鹰 所以这事儿还得政府统一行动才行 相当于是个防止噪音污染的民生项目 只有绝大多数房顶都不适合夜鹰了 他们才能回到野外去 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说咱有没有可能适应夜鹰 我想应该有好多人会向往 虫鸣鸟叫的生活是吧 不过一般来说呢 晚上有虫鸣很多人都能习惯 问题不大 鸟叫的话说的是白天 你要整晚都来九十分贝的鸟叫声啊 这个生活场景 可能人类也是头一回遇到 也没那么快就能适应 尤其是现代这个生活节奏 跟古代农业社会又不一样 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 第二天早上还是要上班的 day it 隊伍 С 做 吃 吃